我们现在讲这个有诗为证 这个什么诗都可以 但是在古代的话有诗为证 最好还是诗经上有证据 我们上期讲的这个齐湘公 以及这个鲁桓公 以及文江之间的这个纠葛关系 在毛诗里面这个就说 有一首诗呢就是讽刺这个这件事情的 讽刺齐湘公跟文江这个事情的 这个诗呢这个诗呢叫福田 福田这首诗是怎么说呢 叫无垫福田唯有娇娇 无私远人劳心叨叨 无垫福田唯有节节 无私远人劳心淡淡 惋惜乱惜总觉惯惜 未己见惜突而并惜 福田呢就是很大的一块田 他那个理解起来很容易 就是说不要再去耕种 电呢也是田这个字一个字 但是呢是动词 就是不要去耕田了 就是没有去耕很大的一块田 然后导致这个狗尾巴草长得非常茂盛 然后呢心里想念着这个自己的夫君 然后呢劳心叨叨 就是很劳心很忧虑很忧愁 第二句一样也就是没有耕这个田的面积很大 没有耕种导致这个狗尾巴草很茂盛 然后没有见那个心上人呢 结果劳心淡淡也是一个死 就是这个坐卧不宁 然后最后一句点题了 叫惋惜乱惜总觉惯惜 就是说 呀这个小孩啊 长得好俊俏啊 然后呢两个阳脚变竖着 未己见惜突而便惜 感觉怎么突然间没见 然后怎么长大了 一下到了二十多岁该把头发扎起来的 这个年纪呢 一下子大了 最后最后这首诗呢 大家一致都认为是一个幻觉 就是说一个家里的妇女啊 天天想着远在外的丈夫 结果因为太过思念太过忧愁 然后呢出现了这个精神分裂 或者是出现了幻象 就好像看到自己的这个孩子突然间一下从五六岁长到二十岁了 那个这首诗呢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但是呢 这首先是一首讽刺史 无论怎么讲 这首讽刺史 这首讽刺关于讽刺的具体是什么 我们看看最权威的几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就是说 讽刺其警工 然后不修自己的道德 然后呢就跟这个文江啊乱搞关系 跟自己的妹妹乱搞这个乱伦关系 不仅如此 还用那种奸计杀了这个鲁桓公 这些都是德行非常败坏的这个代表 然后呢但是呢 其警工呢 他不仅他不去这个修自己的德 然后呢他还想着就是在诸侯面前 有面子有威望 想称霸 想让这个诸侯王嘛都为他马首是瞻 所以呢就浩大喜功 所以这首诗呢 我们看如果这么理解 能不能理解得通呢 可以的 就是说地里面田这么大 我可以理解为齐国这么大 但是呢因为你不去 不去修这个修德 德呢就是种子 然后呢导致狗一把草越长越长 狗一把草当然自己当中邪恶的种子 越长越长 然后呢你天天不耕种还罢了 你天天惦念着自己的那个心上人 就是他的妹妹文江 就是鲁桓公的夫人 然后呢这讽刺他 最后呢就说了一个 就说这个孩子很好啊 后来没有多见 然后都出现了幻觉 那都是讽刺他 你这一天正经事不做 全在做一些这个没用的事情 这种诗呢 这么讽刺这么讲 完全可以讲得通啊 并且这是官方认定 毛诗序里面所说的 正统的说法 这个说法我把它排在第一位 然后第二位呢 说这首诗同样是讽刺诗 讽刺的那个对象不一样啊 就是说这个鲁庄公 鲁庄公呢 就说鲁庄公啊 首先鲁庄公的母亲 就就文将嘛 这个道德败坏 谁都这个天下人尽皆知 然后鲁庄公的身世 这大家都在非议啊 因为我们之前提过 史书上明确就说了 就是他在为嫁给 这个鲁庄公的时候 鲁桓公的时候 就已经和自己的哥哥 齐乡公有私情了 所以呢 包括是哪一本书 应该是《公羊传》 《公羊传》里面 就提到了这一段 就说鲁桓公呢 曾经呢 在有一个场合就说 这个 他的这个儿子呢 就是后来的鲁庄公啊 究竟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文将呢 跟这个他哥哥的关系 所以呢 就非常怀疑这个鲁庄公 是不是他的儿子 所以呢 后人呢 就也非常怀疑 说这个鲁庄公啊 是不是这个旗锦公的儿子 而不是这个鲁桓公的儿子 等等 这个都说不清楚 所以呢 都用来讽刺鲁庄公 说他这个 是因为 这个鲁庄公跟 实际上大家也都默认了 这个鲁庄公呢 是鲁庄公的儿子 所以如果我们这么 如果以这个角度看 我们再看这首诗 能不能讲得通呢 同样也是讲得通的 比方说这个 最后一句 惋惜乱惜 总觉惯惜 未己见惜 突而病惜 最后这一段反复的 在刻画一个小孩 说这个小孩很有趣 这个小孩呢 这个一下子 从一个小孩 一下成为了一个大人 这个这里面 大家如果展开想象的话 按古人的那个角度 很有可能 这是就是在讽刺 这个 这个私生子 这个血脉呀 这个有问题 惋惜 惋惜 因为他讽刺诗啊 讽刺诗证看 他里面为什么要用 两个特别好的 名词 一个叫惋 一个乱 就是长相特别好 哎呀 长相太好了 一个小孩 这很奇怪呀 你明明是一首讽刺诗 那为什么他最后 极力的刻画 一个长相 特别好的一个小小男孩呢 所以呢 这个不禁使我们想起 这个 或许 这个 不是空穴来风 这个鲁庄公呢 可能还真是 气井公的儿子 当然了 这后面后世 还有人做过考据 有很多种说法 比较有代表的 就是有说啊 这个 这首诗呢 是讽刺 这个小孩 小时候啊 很可爱 很聪明 很机灵 结果长大了以后呢 大失所望 成为一个庸才 因为说小孩 总觉惯惜的时候 就是说 顶着两个小脚的时候呢 哎 惋惜乱惜很可爱 然后突然间一下子就 长大了 成为一个 这个不怎么可爱的人 这也有可能了 还有呢 就是这个 朱喜 朱喜 就是 宋民理学的那个朱喜 他呢 就对这首诗呢 解读是 这首诗呢 就是讲 我们这个 每个人呢 要 不要 就是老想着 做大事 你要把小事 做好了 一步一步的 去把那个大事 才能完成了 就是他的 着眼点 是在这个叫 物店福田上 福田呢 就是很 很广袤的 一片田 就是说 因为这个田 太大了 没有一个帮手 帮忙去耕 他老 女的嘛 老想着 让男的去多耕 结果男的在外面 耕不了 所以呢 他就 借口 就 就懒 就不耕 导致这个田地荒芜 朱喜呢 就从这个角度 就分析 这个做人也好 做学问也好 要一步一个脚印 脚踏实地 这个 不要就是 忽视了近的地方 而总是想着远的地方 否则的话 全部都是徒劳无功 全部是脑子里面 在想 却没有去付诸实践 所以那是 他是这么 这么解释的 但是后面还有一些解释了 我简单的说一下 比方说 让这个 做学问的人呢 要这个经常的去学以致用 然后呢 还有呢 说这个呢 就是人们在古代的人呢 在耕作的时候 就唱的那种 歌谣 就是在田间田地上 就是唱一唱这个歌 然后呢 来祈求这个风调雨顺 风收 还有呢 就是说 就是普通的 就是女的思念夫君呢 还有呢 说是这是少女 这个思念 少女怀春 思念某个帅哥 还有说呢 就是说 这个这首诗呢 是劝戒 这个分离相别的人呢 不要有太多思念 是你不要多思多虑 不然的话会有精神分裂 等等等 但是呢 这个最核心的 还是头两种说法 就是 奇景宫的丑闻 文江的丑闻 以及鲁桓公的悲剧 好 这个 诗经当中的这首诗呢 我就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